各位朋友,原本1月搞大賞展 因為疫情的關係,那場地都有點阻滯,決定取消 希望明年尾可以再做實體的展覽 現在就在網上時時介紹這次展覽的相片 現在第一部份,開始嘗試介紹五幅 現在這個螢幕有四張,為了好看 這次原本這個展覽展出28幅相片 全部的相片都很大,標準是2米的寸風 搞這個展覽也很辛苦,因為你知道要拍照 又要做後期,又要做製作 又要編照,幾十萬樣東西,很辛苦 現在疫情就沒有辦法了,被迫取消也不要緊 現在試試在網上做,先介紹一下 那當然大家在電話裡面看,又或者在電視 或者電腦螢幕上看,就沒有那麼震撼 因為你知道2米的寸風是一幢門那麼闊 那個觀感是差很遠很遠 那都不要緊,現在我們就先看看照片 我先介紹一下 那首先,我先介紹一個獅子山 這個獅子山,這個就是連合核爆的日出 整個維港這樣,大家可以看到 整個日出一過山的時候 因為它下面有層下氣 所以它一過山的時候 在這個時間它就會白曬 這個沒有辦法避免的了 因為我亦都要那個陽光 是直接曬到獅子山 曬到下面的樓 曬到九龍塘 Water Road到附近,一大的樓 那這張照片的難度 都是起早,都是要夾個時間 因為這張照片如果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環境 就沒有什麼意義的 所以通常都是去捕一下 有一點點雲海之類 那這一天就很幸運 因為都算叫清了 在山上有些下氣 在港島那裡 剛剛好 因為準備開始入冬 就有一些冷空氣 就鎖住了山的水分 蒸發的水分就鎖住了 剛剛好就在腰的位置 就形成了一層武器 所以整張照片看出來 那個氣派就很輝煌了 現在 好,那第二張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上面 這個維港的日出 這次介紹這五張照片 全部都是航拍的東西 這次我會著重日出 因為香港經歷了兩年前的暴動 接著又有疫情 基本上我看到很多行業 包括我們自己的行業都很不行 貧富懸殊很厲害 大家有時間的 可以深夜去深術堡 又或者是牛頭角 下村那邊 甚至乎新毛江一帶 你會看到 這個世界真的很慘烈 很不開心 那些人 基本上 他為了生存 就是 小小的收入 都是他很重要的 譬如一兩元 對他來說很重要 這個 我看到很多 低下階層的慘況 我想這次的展覽 就是 用很大蝙蝠的 壯麗的日出 希望 帶給香港人 不要說到世界上 帶給香港人 有一種希望 因為一個美好的日出 我相信 就算在實質上 幫不了一些人的現實 或者思想 但問題是 起碼他看到這些相片 都是會開心的 應該 我是想做這件事 第二幅 這幅相片 基本上 因為 我這次 這個航拍的相片 我是想 360度 呈現全景出來的 這張相片 日出的時候 就有 那些低壓 吵的雲 那些低壓區的雲 它還沒有散 這些是介乎 下雨和不下雨之間 通常 它上面 有一層低壓區 就會把雲鎖住了 大概是 一千到一千五公尺左右 就是左右的地方 那它上面 就很清澈的 很清澈的 那這些 就是 就是 一些 入冬 或者是 秋末 出現的情況 那 同時間 因為 在 低壓 吵泥的時候 通常 整個環境 就會清些 那些煙霞 會少些 那 我這次這張相片 就想 表現兩件事 第一 就是 日出 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照片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就會有一些 大廈的倒影 一些大廈的倒影 那我想 它是連貫 海外面的那些船 那 那 這張相片 就 就是 剛剛好 捉到 那 那 大家看下去 這張相片 應該是 舒服的 那 那 然後 後面那一張 這張 這張 這張相片 這張相片有什麼特別呢 這張相片就是 我的相片拍了很久了 就是 有 某些季節 它下了暴雨之後 那 通常 山 就會 蒸 一些 水分 蒸發水分 那 這個情況 是很特別 很有趣的 因為 那些雲 只是在島嶼裡面 在山裡面 就正如 好像這張相片 那樣 那些雲 就全部在島嶼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了 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了 那 那 這件事是 挺有趣的 還有 拍這件事的相片 通常會 都挺大風的 通常挺大風的 因為 在這些情況 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雲 是有強風吹 一路是由東面 是吹向西面 大家可以看到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線條 是的 那 我就是想 就是 記錄下 這個 天文的現象 或者是天氣現象 那 這張相片 也都是 日出時間 也都是日出時間 那 接下來 就是 下面這一張 下面這一張 就是 其實就是 這次展覽的主題相 來的 那 這張相 我個人就很喜歡 為什麼呢 就是 因為 那天 日出的時候 它整天都是魚鱗雲 那 這個魚鱗雲 它 等到太陽出來的時候 它是固定了在這裡 就是 它 消散得很慢 太陽光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一個 很 核爆的 日出 然後 帶有一條 神晴的線 那 然後 維港那裡 就是 有 太陽的 黃光 反射下來 是的 那 這張相 就是 我 真的 很貼切 這次 這個主題 就是 帶給香港人 就是 希望 我們可以 走出 這個 黎明 就是 黎明來的時候 其實都很美 就是 希望 大家有一種 就是 盼望 就是 不要那麼悲 如果是 如果是 有生活在 監補裡面的 朋友 那 其實 樂運總會過去的 就是 但是 我們 一定要捱 一定要捱過去 是的 那 這張相 就 整個 香港 和這個 九龍區 就 圓形地 表露出來 那 這張相 我 最重要 想表達的 就是 一種 很黏靜的 心靈 就是 都是 好像 剛才所說 如果大家在痛苦之中 就 嘗試靜一靜 嘗試靜一靜 大家都靜一靜 那 這個世界 應該 會有希望 會有希望 那 接著 第五張相 大家 看過 就是 第五張相 就是 在 深秋 的時候 它會出現 通常 這種天文現象 因為 深秋的時候 在 香港 就有一點特別 它有些 海洋性氣候的 替緩 通常 在 黃昏的時候 它就會吹 這個 東南風 但是當然 是要撞的 因為它 吹東南風的時候 它會帶來 在 東南面 的 海 上面 即是 天空 即是天空 那些 雲 就會一直帶進來 一直帶進來 加上 溫度一直帶進來 然後 通常 這些雲 都是 一個 環形的 輿雲 通常都是 應該 很多朋友都見過 但是這種環形的 輿雲 它會很快 因為很大風 通常也是 它會很快出現 然後 就會遮曬天 然後 去到晚上 它又會默雲 即是 有這種天文現象出現 在深秋時分 在 第五張照片裏 就是一個日落 這個日落 就 襯托著這種環形的輿雲 然後 再襯托著這種 日落的皇光 即是整個城市的皇光 即是 在表達方面 我想它有一種 王者的風範 還有有一種 即是 即是 很脫俗的 城市的感覺 即是 不想 整個城市 好像烏煙瘴氣 現在 先介紹這五張照片 然後 看看那個情況 我們再拍 再介紹 另外的照片 謝謝大家 如果 覺得照片是OK的 漂亮的 那就給我一個讚 原來 現在要追上時代 是這樣的 因為我看到 那些YouTube影片 他們都說 叫別人訂閱 還有叫別人Like 其實是有用的 因為 它訂閱那裡 原來 它YouTube上面 是要一千個訂閱 接著 播放時數 是要四千小時 這樣 其實很難 其實很難 那麼 公約兩點 多謝各位 各位收睇這條片 享受 我們下一次再見